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格特别像那种90或者是00年代的 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设施 然后真的地方好像也有好多个不同的房间 它里面还有那种 它还有一个是户外区域 它有一些炭炉 特别多的人 我看到还有人在那边烤红薯之类的 anyway 最后我们两个人蒸了一个大概70多度的时间 蒸了大概10分钟 刚进去的时候简直热得香薯 还有最后跳鼠了 但是最后其实还蛮舒服的 对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感觉我也是不会来 不会再有第二次去到这么local的地方 anyway 现在正准备去清瓦台 我们现在到清瓦台 它那边有 那是什么意思 向着国民的怀抱 现在在排队打游客打卡招 好了 现在进到这个地方叫清瓦台 什么本馆 本馆 后面就是 在韩剧里看到总统会走的楼梯 谢谢 谢谢 这里是什么 人寿门 以前总统官邸的大门 好 这个基本已经到清瓦台出口了 这边有一个开机者会的地方 刚上去拍了一个照片 现在坐着 大家这里有一句话 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你有说 我不是说有没有 我不是说 你做什么事 很不思惫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你好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下来现在在北村这边 然后来了一家米其林推荐的韩国传统面食 才一定要皇身家 我们点了第一个菜是这个饺子超级大 这显示一下我手放大 好搭 就是这里今天点的菜 什么牛骨手打面 应该是这里的招牌 这面好清淡 我们现在在刚刚吃的那个面店对面有一个 叫欧雪绿 欧雪绿 这个teahouse 感觉还挺酷的这里 所以装修是这种非常现代 有一点新吻蛋的感觉 这个说多少是能吃掉 有的 看我们点了两分茶 这个是它的一个tangerine 就是带橘子的 然后这个是pear和honey 就是梨子和分泌的 这边是点了一个甜品 叫什么green tea island 看起来好好吃 nice 我刚刚在租韩服的店换好衣服了 看一下 我的这套就是黑色的 然后秀的是白色的 然后我妹 我说她这套衣服看着好像大长巾 我们现在进警服宫了 好像穿韩服 就是不需要再令花门票钱 笑的小鼠 看警服门门口 这个 这什么奇怪的雕像啊 太神奇了吧 哇 有点少而不已 有点少而不已 然后鞋子还进纱了 然后鞋子还进纱了 对我鞋子还进纱了 那边他们都不穿外套 他们不冷吗 这里是秦镇店 就是朝鲜的王公桌的地方 美前商朝 看起来就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主店 这里应该是大门 走到景服宫的正大门 光化门 看到了浅清宫 浅清宫是干嘛的啊 是那个皇后住的地方 我不想忘了 你不想是贼后住的地方吗 我不自得了 好多大将军 好多大将军 这边都是传统的那种寒乌民宅 这边都是传统的那种寒乌民宅 下来就会拍到 就会拍到 好多小军 就会拍到 下来就会拍到 这边不过 就会拍到 这边都不过 不知道 就是 在这边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会拍到 坊子 现在在森几街 在人寺洞座里 这全是一些首封一席瓶小店 还挺有趣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 这个楼顶有一些 以史为主题的 这太劣急了吧 看这边都是这种手工一瓶小店 手工一瓶小店 这个还挺好看 有学哦 这里好像是 白美人 李泰院class的拍摄地 我不记得了 上面还有个电视在放 路过了当年李泰院发生踩踏事件的地方 Memorial Alley 我们来到李泰院 本来想去一家 专门喝韩国传统酒的酒吧 结果来了发现它倒闭了 如果问题是前两年还在那种韩国的social media上面有人发帖子说好吃还是干嘛 就很神奇 Anyway 现在我们在理财院逛了一家之后来到了一家吃烤肉的店 在Google上有吃点酒的品牌应该还不错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传统的米酒 它很神奇哦 这是拿这种像那种黄桶做到碗发的 Cheers 不是发的装在这个里面喝 感觉我刚喝了一波感觉跟中国喝的米酒味道基本差不多 还挺好喝的 The next melting 大家好,现在是在首尔的最后一天 然后现在去我妹的学校的路上 现在路过了一个人线市场 就是一个传统的韩国市场 现在进去放一包 大家好,刚刚在我妹学校逛一下 然后现在来吃一家烤肥肠的店 这位就是这个名字叫世博 好像是首尔的一个检索店 看我们看这个环境还挺不错的 就是有几种特别怀旧的中俗风格 送了一个嫩豆腐汤,点了一个冷面 就觉得冷面上面好像是鱼子跟多多放西瓜不一样 好,我现在到了夏欧亭 这一个London Bagel Museum 这么多人在排队吃贝果 这个还蛮可爱的 前面就是岛山屋 就是我之前在YouTube上看见别人来逛的一个地方 一楼好像在担一个Jana Losser的快山山的干拌 现在下到了地下,找一个Nudark 真的太厉害了 好像这个挺好吃的,等一下吃一个这个 还有艺术混味 还有艺术混味 A LITTLE LATER 刚刚在那个地方,那个Nudark Cay不叫什么店 卖,人实在太多找不到地方坐 所以现在换了一个地方,到了这个新沙里 另外一家店,找到了座位 然后点了这个流星的抹茶可受 我说它这个黑色的皮是因为它里面有Squidink 就是墨鱼汁 我来尝尝看 如果来尝尝捏到小野 merely 哪个上哪 有 authority 在这一家里里的时候, broad上那张 之间的 är好 要熟 被熟了 好吃 现在在新加州的艺术 还挺酷的 刚刚在New Decade 它叫什么 这么发音 里面吃了一个 那个可颂蛋糕 还是面包 我觉得味道还ok 抹茶蛮好吃的 然后可颂还蛮脆的 但是性价比讲真的有点低 就是因为它 那个要28 加币左右吧 因为是28,000韩元 我觉得还是 有点贵的 不过作为游客就是一次性消费吧 应该以后再问一下吃点子 然后去逛一下 Adder Era在新加这边的店 没有买衣服 不过买了 两个帽子 还挺好看的 好了 现在来到了 这次来首尔 准备要游客打开了最后 正是一个Starfield Library 有一个特别要好看的图书馆 还是有卖书的外皮 没有人现在来这里去找一找 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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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打完卡了 这个地方真的太多游客了 全都是在拍照的 对不对 Anyway 好了 今天基本上就是 这次首尔执行的结束了 然后现在去吃个晚饭 明天就准备回国了 好了 这次来首尔的四尔 大概三天的时间 就要到 到此结束了 然后现在就在去鸡城 然后去鸡城回国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